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出席觀眾跟粉絲報掃描 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 官方頻道昨天8月1號中國的這個建軍節 習近平強調2027中國仍然要實現百年強軍大夢 不過同一時間建議委公開捍衛台灣跟台海 那防止台灣有勢美日聯盟一起捍衛台灣的同時 岸信夫接受金融時報的訪談的時候 他直接說大家不能袖手旁觀 中國與台灣直接的軍事衝突 那同時美軍重兵部署西太平洋的同時 南海全面海軍有新的佈局跟備戰 那美軍這一次事實上有相當多的軍務 都朝向無人機無人艦隊上面 那這裡頭當然是一個長期的軍備競賽 同一時間布林肯連續5天 這一個出訪東南亞相關的國家 而拜登國會通過了一兆美元大基建的 這一個基礎建設方案的同時 在美國證管會SEC直接規定 那北京的干預風險如果沒有解釋清楚 以後中國企業中概股都不要赴美IPO了 這背後會不會投下金融脫鉤的震撼彈 我們待會要好好聊聊 今天現場有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余中基將軍 大家好 再來是前駐美代表處的政治組組長 邵逸祥 12號 大家好 再來是成員專家文偉傑 大家好 再來是成員專家朱月忠 大家好 再來是文傑 大家好 在中央創下 大家好 創下剛剛看到的是央視黨媒 直接宣示2027年的中國百年強軍目標 8月1號是中共的建軍節 所以在7月31號習近平特別 馬上和七常委還有這些人通通找過來 學習會議再次強生 中國百年強軍夢要在2027年完成 而在習近平剛出的那些講話裡面 他最重要是告訴他們說 黨軍隊要聽黨的指揮 這是黨在這一百年以來 學一火裡面得到的最重要教訓 所以要求他們呢 這一百要堅持的繼續聽黨指揮 要成為一個人打勝仗的一個新的一個強軍 可是習近平在這個整個在喊話的過程中呢 在整個南海 包括我們南邊的巴士海峽 正是一個狀況非常詭證 為什麼呢 因為英國的伊麗莎白女王號 這次的戰鬥群 八機八艦 正在這個時候通過了巴士海峽 所以這個過程中呢 引起了五國的機艦 在南海的南邊的巴士海峽那邊呢 五國的飛機和軍艦 在那裡大PK 事實上呢 英國的整個伊麗莎白女王號 他這次的戰鬥群非常的強大 總共除了他這航空母艦之外 兩艘護衛艦 兩艘驅逐艦 兩個支援艦 下面還有一個核子動力潛艇 上面載了八架的F-35B 然後他從那個進入 馬來西亞海峽 進入南海之後 中國的山東艦 帶著兩艘動物物 就過去想要去跟蹤 要去追蹤 但是英國沒有怕的 英國直接把他逼近 靠近山東艦 560海里 560海里是什麼 F-35B 作戰半徑之內 起降F-35B 給中國看 然後就一路在南海這邊走走走 到了30號的時候呢 經過我們的東沙 開始往巴士海峽這邊走 然後山東艦帶著兩艘動物 跟在後面 30號的時候 中國又從海南島那邊 掉了兩艘漁船 擋在前面要做監控 可是呢 繼續往前走的時候呢 從衛星圖看到 我們的巡役的海軍 我們的艦艇 也在那附近 然後甚至於可能是 有一些狀況 我們國防部沒有講得很清楚 凌晨的時候呢 7點40分 我們在台東的制航基地 兩架F-16緊急起飛 過去上面 監控情形 然後大家才發現說 其實這裡面 其實除了台灣 中國 英國這些艦艇之外 還有一艘 美國的伯克級驅逐艦 也在裡面 還有一艘 荷蘭的派過來的 艾福森號 防空支援指揮艦 也跟著進來 所以看到整個 藍牌形勢 針對習近平 針對解放軍 大家都合在一起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菅義偉雖然現在忙著在奧運 可是他特別受訪問的時候 談到說 對於防止台灣呢 不受有有不測的話呢 美國 日本合作的基礎之下 東協 他喊話東協 應該要共同的參與 然後呢 岸信夫接受金融時報的 也講說 絕對呢 不能對於中國 對台灣有軍事動作的時候 袖手旁歪 而在整個狀況裡面呢 美國媒體又把布林肯 現在呢 他已經在採取一個新的策略 叫做緊迫低人 全場緊迫低人 布林肯就是後衛空球員 因為布林肯呢 他現在呢 上次是到了東南亞視訊之後 又去了印度 又去了科威特 現在他還要在未來五天裡面 密集的跟東協各國 進行視訊談話 專門談的就是針對中國 然後呢 其實還不止如此 雪曼呢 訪問了日韓外盟之後 而且呢 奧斯汀呢 新加坡 菲律賓 越南之後呢 連美國呢 副總統好久沒看到的賀錦麗 都出現了 他八月的時候 要去訪問越南 要把越南拉起來 因為從越戰結束到現在 四十幾年來 美國沒有一個副總統 訪問過越南 但是現在這個緊迫敵人裡面 連賀錦麗都要出動 好那明杰一方面 欣平在強調百年強軍的 建國大夢的同時 另外一方面 美日對於捍衛台海更加的戒備 特別是菅義偉跟岸信夫 都有公開談話 對日本首相菅義偉 跟這個他的防衛大臣岸信夫 近期對於台海安全的重視 而且同時 美日的防長在通話的時候 也強調說要共同來提高 對中國的這個威責還應對能力 那岸信夫當然接受媒體的時候 更強調說國際不能做事 中國和台灣之間發生軍事衝突 那這個政治上的發言之外 其實我們這幾天觀察到 美日之間的 有一項非常特殊的聯合軍演 正在進行 7月29號 這個日本陸上智慧隊的第一空艇團 也就是他的一個空降部隊 那非常特殊的 從日本的這個美軍恒田基地 搭乘C13洞的運輸機 花了5個小時的時間 直飛到關島 其實這航程將近遠達2600公里之遠 直接在關島的安德森空軍基地上面 進行所謂的空降 這樣的一個演習 那這一個演習 除了是美日之間 首次有這樣的一個空降 在關島空降的演習之外 其實我覺得更重要 我個人的解讀是認為說 這一項 這個日本智慧隊飛到關島的 一個空降演習 背後的意涵是什麼 當然真正在台海爆發衝突的時候 看起來日本是沒有必要 把兵力再投射到關島去 但是我們看這個距離 你如果是往南飛就是直飛到關島 2600公里的航程 其實我認為更重要的是 如果把這個航程 你往這一個從日本的恒田基地起飛 是從西南方向飛的話 第一個最重要的 是可以直抵它的一個西南諸島 也就是沖繩的外離島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方式 除了可以有效的 透過這快速反應的兵力投射 來支援 可能一旦沖繩遭到解放軍的入侵 這是一種可能性 第二種可能性我認為更敏感的是說 我算一算 從這個恒田基地到台灣 其實航程大約 2200公里 其實如果飛的方向是往西南飛 飛過沖繩再往南飛一點 其實就是到台灣 也就是說這一次的一個 空降的一個軍演 其實我們都不能排除 背後其實是美日之間 已經在針對台海情勢進行的一場 不管是兵棋推演也好 甚至是實際的一個支援 美軍協防台灣作戰的 重要的一個方案的測試 所以這個指標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看到日本政府的一個 公開的談話 看起來不是只有隨便說一說 具體的軍事的一個演練上面 看起來持續在進行 那當然美軍本身 出動的這個空降 八十二師的這一個官兵 也同樣投入這個演練 那等於說先前美軍 我們也看到他本身的 第25步兵是也在關島 進行過空降演練 甚至到遠達阿拉斯加的基地 都有這樣的一個演習 等於說美軍也在全面的 一個評估跟測試 美軍快速反應的一個 空投的一個能力 那除此之外 當然還有很重要 就剛剛提到說這個美軍史上 最安靜的海狼級的一個 核動力潛艦 這幾天突然悄悄的進駐 到日本的橫區鶴港 進入這個美軍 第七艦隊的管轄區裡面 那這個動作的確也 引發外界的關注 因為特別是 我們知道美軍的一個海狼級 造價非常高 是史上最貴的核潛艦 那只有造了三艘 每艘約末台幣 大概將近一千五百億 那他這個號稱是史上 最安靜的潛艦 那用這個S6W的這種 所謂的這個壓水式的高循環的 這個核反應爐 其實在水下的精英效果 非常的強 大概只有九十五分貝 目前來講 就算俄羅斯 這個生產的這個潛艦 都沒有辦法超越他 那更不要講解放軍的 這個093型的核潛艦 那只有三艘的核潛艦 這種海狼級核潛艦 先前其實六月份的時候 已經曾經曝光一次 是他的一個海狼級的首艘 海狼號SSN21 跟這個卡爾文森 航母打擊群 在夏威夷海域附近 進行這個聯合的軍演 那時候就突然對外曝光 已經受到中共的 這個關注跟矚目 但是這一次 悄悄進駐到橫須賀港的 卻是另外一艘康乃迪克號 就是說SSN22 那等於說三艘海狼級裡面 還有第三艘卡特號 三艘裡面有兩艘 都直接出現在西太平洋海域 當然外界觀察這個動作 絕對是對這個中國進行一個 戰略上的重要威責 特別是美軍持續打算 這一個等於打造 所謂陸基型的 不管中程飛彈 或者陸基戰斧飛彈 或高超音速武器也好 都還沒有開始部署在第一島鏈 那現在目前來講 可以彌補這樣的一個 針對中共解放軍的一個導彈威脅的 也就是潛射型的一個水下的載台 其實直接進出部署到這個西太平洋 那海狼號上面基本上來說 他至少可以攜帶50枚的 Mk48重型魚雷之外 另外也可以換成50枚的戰斧 巡弋飛彈 所以對於這個中國的一個 飛彈的一個戰力的一個抵消策略來講 看起來是已經開始在進行 那當然也會成為這個美軍 目前的西太平洋 不管是獵殺水下的潛艦 或者水面艦來講 重要的一個殺手艦 那除此之外 美國在南海也有進一步的動作 在南海這幾天我們看到 前幾天才穿越台灣海峽的 這個美軍的這個伯克級神盾艦 班福特號 又進入南海之後 隨即跟另外一艘LCS冰海作戰艦 在南海進行一個反水雷的操演 非常特殊的是說 他組成了一個水面行動群 那這樣的一個 掃雷的一個模式 是透過上面艦載的這個 MH-60R的一個反潛直升機 其實這一型直升機 我們台灣海軍也非常想要採購 未來有機會可以獲得 那還有另外一型MH-60S 那出動兩架這個反潛直升機 直接投放一型叫 MAK-18MODE-1 就是鑑魚的一個 這個無人潛航器 這無人潛航器投放到水下 可以潛生到100公尺 等於說對水下所有的一個 各種水文資料可以摸的一清二楚 那更重要的是可以去偵測 是不是附近有水雷的部署 那這樣的一個演習其實更重要的是 未來有可能 台灣也在台海這個部分 在進行演習才能對 這個解放軍的水下的 這個水雷的部署 或對台灣進行所謂的封鎖 能夠有效的反制 那最後還有包含像 菲律賓最近的動向 非常引發國際關注就是說 今天我們看到 菲律賓總統杜特地是在這一個 因為疫情要跟北京要疫苗 然後導向北京導向中國 但是我們看到後來拜登政府開始出手 也大量援助菲律賓疫苗 那甚至這個中國的海上民兵 也開始入侵到這個菲律賓 他這個宣稱擁有的一個附近的海域 那等於說惹火了這個杜特地之後 我們看起來近期杜特地進一步宣布說 要全面恢復 去年被中斷跟取消的一項 美飛互訪協定VFA 那這項互訪協定其實等於象徵 就是說美國的一個軍力 可以持續進駐到菲律賓 甚至在跟菲律賓進行聯合軍演 那可以看得出來整個菲律賓 只要靠過來美軍這一邊 看起來從日本到台灣到菲律賓 這第一島鏈的一個鞏固 對於未來解放軍的海空兵力 非常難以穿透第一島鏈之外 當然對於台海是否可能爆發 這樣所謂的一個軍事衝突 也這個會相對穩定 也對北京有一個重大的一個威責效果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昨天是這個中國的建軍節 那習近平再度強調 2027年中國百年強軍夢 事實上全球現在對於兩岸之間的軍事 跟台海的這個安全當中 最緊繃 最緊張的真的是日本 那菁義偉挺台灣 防止台灣有事 今天岸信夫也直接講話 我相信我們全國民眾 在看這個奧運比賽 都覺得非常精彩 我們這次奧運選手表現得非常亮眼 那所以今天就 紐約時報就有報導指出 近期這個台灣奧運表現不錯 包括我們的林洋配獲得了這個奧運金牌 那台灣這樣的勝利 可能甚至於導致這個兩岸關係 其實更加緊張 那我看的這個標題是蠻聳動的 我當時看乍看之下 我也蠻訝異說會有這種標題出現 那實際上你去翻一下內文 我這邊是看你一下內文 我看到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說 他其實講的這個兩岸關係的升溫 其實並不是來自這個林洋配獲得勝利 他講的其實是這個中國的網軍 中國的網軍他們的反應激烈了 然後他們所謂的小粉紅 甚至有去出征 然後有在他們這個中國的微博等等 去發表一些聳動性的一些言語 所以其實我想這反應的是什麼 這反應的是說他們中國的網軍 其實對於說這區域情思 有很多的不滿 包括在奧運方面可能看到說 我們台灣的奧運期就是勝過這個五星期 他們可能也有一些情緒了 但他們這情緒又不能去指責自己的政府嘛 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去指責自己的政府 因為你可能會被消失嘛 所以現在他們只能去指責 只能去批評其他人 那所以批評呢 就是包括我們的奧運選手 那甚至於紐約時報是以這兩個英文字來形容 他們說是Nationalist attack 就是說這個民族性的一些攻擊了 所以確實現在中國的這個網友 中國的這個網軍 他們的這個民族性的這個情緒 可能是越來越難控制了 那所以我是選擇一比較同情的方式 來看待這個中國的網軍了 因為確實現在這個 他們對區域情勢啊 對世界情勢 他們雖然有這些不滿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回頭去指責自己政府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亂找目標 那亂找目標就會被這國際媒體抓來說 是不是導致這個兩岸情勢的一個聲問等等 所以可能他們其實只是在國內 想要發表一些言論 想要國內做出一些 做出一些這個熟動性的言語來 但殊不知被登上這個國際版面 那事實上我不知道這個 會不會是中國當局想要看到的 但是確實是這樣 就是說我覺得中國以外的國家 就包括美國包括日本也好 我覺得他們現在對於說 台海的情勢是越來越清楚 就他們清楚是說破壞兩岸關係 破壞兩岸穩定 那方其實不是台灣是中國 那中國持續透過這個軍事穩定 軍事的挑釁 透過這個國際施壓 甚至於透過經濟制裁 就是正在破壞這個兩岸的現狀 所以其實他們也這個也了解說 現在要要修補兩岸關係的主動權 其實在中國那邊 如果中國是希望兩岸可以和平相處的話 那可能第一步就是包括美國呼籲了多次嘛 第一步就是雙方又能坐下來理性的對談 所以我覺得當全世界的這個民族國家 對於中國的立場是如此清楚的 那相對我們國內 我希望說我們國內對於兩岸的關係 也可以獲得更多的共識 那我請教一下于將軍 事實上在美國內部 我包含這一個知名的兩岸的這一個軍事專家 易士安最近都有新的著作 他提及的是敵對港口 他認為台灣港口跟解放軍之間 那要特別小心 特定了港口可能變成解放軍入侵的標的 對我想 易士安他這一次發表的敵對港口這個專論 事實上是延續他之前發表過的這個 中共攻台的這個大解密這本書裡頭 那針對中共可能的兩棲作戰 做細部的這個分析 那他的結論為什麼講說說敵對港口 特別指的是台中港 因為他最主要他是認為就是說 台灣的整個這個地形 適合中共能夠進行兩棲作戰的這個登陸點 大概全台算得出來大概只有14處 那另外除了南部有一處可以 一次登陸的這個人數是里級的 這樣的一個人數 其他的大概都只能一個引級的人數 也就是500人 一個里級就5000人 那他做過一個這個很詳細的這個 歷史的一個這個研究 他舉兩個這個 第一個是太平洋最大的登陸演習 那就是沖繩戰役 第二個就是諾曼蒂登陸 諾曼蒂登陸 諾曼蒂它是50英里 大概就是80多平方公里 這麼平坦的這個這個攤頭 聯軍當初要登陸 都足足的從6月1號一直到8月 登陸了200萬人 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那他認為就是說 如果是以這樣的一個 這麼平坦的一個這個攤頭 那對照台灣這麼小 這麼分散 所以你在如果要登陸的話 大概台灣你是找不到這麼大規模 而且你要在兩個月 因為台灣的這個海象 大概一年能夠登陸上來的 這個時間點大概只有4個月的時間 4到5個月的時間 那特別4月5月6月一直到7月 因為7月以後就有所謂的這個颱風 就有所謂的整個海象的風高浪急 就不適合做這個登陸 所以他怎麼算 中共如果要用這個這個常規的這個 兩棲登陸啊 絕對不可能 所以他認為就是說 以他的這個研究來看 那大概只能就是佔領這個機場 或者是港口大型的港口 才可能啊 實施這麼大規模的這個登陸行動 那當然他也提到就是說 以往的不管是諾曼蒂或沖繩 你看沖繩那麼小1200平方公里 地方然後12萬日軍駐守 美軍是用了50萬人 死傷8萬4千美軍的代價 那你可以想的中共如果現在要 要實施兩棲登陸台灣的話 台灣現在的這個兵力 我們講我們已經具備源頭打擊的能力 你的部隊的集結 從那個你在大陸我就可以實施攻擊了 所以每一個階段都會造成 他非常重大的傷亡 所以呢 事實上他有提出六種可能的這個 兩棲登陸的這個方式 這個包括就是說 直接的兩棲攻擊 間接的兩棲攻擊 或者裂海突擊 空中攻擊 橫向攻擊 各種部隊滲透 那這個就是跟中共他最近所展示的 這所謂這個多層雙超的 這種快速的這個戰法 事實上也在郁士安他提的這幾點裡頭 可是他也認為 其實勝算都不高 因為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不管是你講所謂的這個 從台中港上來 其實台灣經營所有的戰地啊 大概都是六 都一個甲子以上 六十年以上 那台中的這個 顧港 封港的這個作業流程 其實對國軍來講都非常的熟人 根本不大可能讓你上來 那另外就是 台灣的那個台中地區的大杜山 我們剛從學校畢業每一年的施對抗 大杜山的那個大小山 山坡我們都要去走 你看到一個就是每一個 這個這個重要的地點 都是一個強固的這個炮陣地 那它的色相 完全指向的就是台中港 所以如果說未來 它從那邊上來 那絕對就是一個殺戮戰場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現在 你看以我們馬上要進來的這個 哈脈 那個哈脈 這個射程都超過300公里 你不管在中央山脈 或台灣的任何一個地點 火力都能夠涵蓋 你這個中共的這種快速打擊的 這種部隊的集結 這個會造成就是說 它非常重大的人員傷亡 所以這也就是 伊斯安他有提到 不管就是說 這個中共他目前來講 他當然是很希望能夠抖控 這個台中港 那為什麼是選擇台中港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台中港距清潛崗機場 十幾公里 所以他如果能夠有空港機場 在海港 他就可以進行 大規模的這個人員 跟重型武器裝備的這個下載 所以呢 這也就是伊斯安 這一次提出來的論點 那同一時間 這個習近平八一建軍節 也要求這個北京要實現 2027的強軍大夢 對 其實這個時間點 我們要特別注意就是 他提出 確保在2027年 要實現現今百年 這樣的一個目標 這個跟他以往 所謂中國的這個 現今百年目標 一般就戰略三步驟 2020要完成機械化 訊息化 2035要完成 國防現代化 也就是他要跟美國 跟英國的這個 部隊的這個 並駕區區 那2049 他要超越英美軍隊 成為世界一流的這個軍隊 那現在因為 中美關係貿易關係的這個 急劇的這個 這個衝突的升高 所以可以看到 習近平他現在是很急著 想要押收這個 建軍的一個時辰 那所以外界的解讀就是說 他可能要傳遞兩個信息 第一個信息就是說 是不是暗藏 這個就是武統台灣的時間表 因為你如果對照 把2049提早到2027實現 那從現在到2027 台海的風險可能就拉高 你看那個前任的 印太司令Davidson 跟現任的這個阿基里諾 也都提到 中共可能在六年之內攻台 這個剛好跟他的2027 時間序是不謀而合 那當然我們不排除這個是 中共慣用的 又對台一種武嚇的心理作戰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 審慎的去料理從關 雖然說他的建軍各方面 讓外界感覺說 他的數量非常的快 可是如果我們從他的訓練的內容來看 以他最近對台軍機的擾台 你看他觸動空警500 空警500 這個要凸顯說他已經具備電子作戰 疫情指揮管制這樣的一個現代作戰的能力 但是不要忘了 他這個是模仿美軍90年代不彎戰爭的 這個戰法 那這個都已經 美軍都已經進化到現在20年的那個年代差 所以他凸顯出他的優點的同時 也曝露他的這個弱勢 距離美軍現代化的作戰還非常的遙遠 那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事實上整個目前 如果是中國要對台灣動武的話 你看那個日本首相菅義偉 這個前天在他的國內反疫政策會議上面 接受媒體採訪時就明確表示 有關台海的情勢 現在日本的做法就是美日同盟 而且要結合東南亞國協 志同道後的國家共同來應對 所以這也可以感受到就是說 其實台灣問題已經跟日本生命綁在一起 就台海安全是日本國安安全 他說昨日香港是今日台灣 今日台灣是明日流球 所以這為什麼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日本認為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對 所以這個顯現我們剛剛提到的 為什麼日本美國在周邊要南海 在這個東海要不斷的這個加強這個軍演 這個就可以預見未來 台海戰爭一旦發生 東海 台海跟南海會聯動 這個也就是美軍啊 跟所有的這個民主陣營國家 對中共動武的一個牽制 他不會讓啊 那個伊斯安講的 至少要200萬的這個解放軍啊 這個聚焦集中來攻台 那未來是這個機會是不會的 因為聯軍會讓他的兵力 沒辦法一定會牽制 甚至不排除中印邊界 也可能牽制他大批的這個解放軍 那我們看 華府這個大巨洋理事會啊 他最近這幾天也召開了 怎麼樣強化台灣特殊戰略的這種會議 他會議的結論就是說 針對中共的這個新的軍事威脅形式啊 台灣一定要強化我們的反艦工船 我們的海上部壘 那我們的這個防空飛彈啊 這個戰區防禦的這個能力 還有後備 甚至我們的這個基礎的 這個關鍵基礎的這個設施 那另外他還提出 美國其實要增加嚇阻戰力 最重要的關鍵就是什麼 就是結盟 利用這個國際結盟的方式來對抗 他講日本跟澳大利亞 對台灣安全問題的公開表態 其實就產生很大的克服效果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昨天8月1號 這個中國建軍節 新民再度強調2027年中國百年強軍目標 但是同一時間 他幾乎是中概股的超級空投總司令 那主要的原因是光是這一波的打壓 市值蒸發高達1.5兆美元了 是 我們看到這一次 這個中國這個手段這麼劇烈 讓很多國際媒體說 你中國是不是要開始走回 共產主義的回頭路了 你改革開放40年以來 你引進了資本主義 所以以前大家都覺得中國好像要一片大 可是因為這一次的動作 真的是幾乎就是要化為烏有 那話說這一次的事情到底是怎麼引起的 那現在傳言說是因為在6月份的時候 習近平去訪問西寧的小學 結果看到當地的小學 還要特別去上課外輔導課 要花很多的時間 要花很多的錢 於是他當時就說了 希望減輕這些家長的負擔 跟小孩子的負擔 結果他這麼一講 在當時其實並沒有引起很大的迴響 可是其他下面的人就開始揣摩上意 所以過了一陣子就頒布了 我們後來看到的國務院所謂的雙減政策 哇這個一出來真的是整個就當大家說 整個資本主義是到這邊要全部垮台了 那更糟糕的是 其實在中國今年初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已經頒布了所謂的 新階段三大優先事業 他就已經說國家安全共融跟穩定 這三件事情是優於經濟成長的 那你想那國家安全穩定 那到底是真的國家安全還是習近平個人的安全 是國家穩定還是習近平個人的政權穩定 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所以這下子我們看到 美國方面也真的是把他們惹毛了 所以美國的SEC就是美國的政管會就說了 如果你未來這些中國的企業要到美國掛牌 你不能講清楚北京政府對你的涉入風險 到底有多大的話 你就別想來美國掛牌 可是問題我一想 你叫這些企業怎麼講清楚 因為很多都突發事件 你說滴滴入行 他事先會知道中國政府要這樣修理他嗎 或者是說你說新東方 這些企業他會事先知道不可能 那你叫他怎麼解釋 所以有可能最後真的所有這些中資企業 真的都沒有辦法在中國掛牌 所以我們光看到這一次的事件 光一個七月份 在美國掛牌的中概股的市值 就蒸發了大概4000億美金以上 如果從今年二月份的高點算起 那大概有8000億美金 這還沒有算香港跟中國的部分 給大家一個數字 美國光今年上半年 在美國掛牌的中資企業其實有36家 募資了128億 去年全年也才39億 而且只募了122億 換句話說今年其實到美國掛牌的中資企業 在滴滴出行發生事情之前 其實是比去年還要更熱弱很多 而現在在美國掛牌的中資企業 其實有高達275家之多 那回到中國的部分 那中國的政治局也正式發布 要對海外IPO要監督管理制度 要更加的嚴格 那不只是這樣子 我看一下中國的一些主管機關 我們剛剛說的是政治局 針對IPO的問題 那再來還有針對房地產的問題 政治局也再次提到說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炒的 還有交通運輸部 那是針對所謂的網路約車 就是像滴滴出行這種 還有網路貨車等等 都說我要加強管理 那還不止 來我們再往下看到工信部 你看一個一個單位 一個單位都跳出來 去附和習近平的想法 來工信部就找了這些 互聯網公司來喝咖啡 結果一次來了25家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名單裡面 都是響當當的這些大公司 就在上禮拜 把這25家的頭頭 全部找來喝咖啡 告訴你說 我要為期半年的互聯網 行業專項整治行動 所以也就是說跟互聯網 有關的各種事情 包含的是市場秩序 維護這個用戶的安全等等 我都要加強監管 所以你們這些公司 自己先自我了斷吧 不要等我動手 好 那剛剛說的都是中央政府 我們再看到地方政府 當然也要揣摩商議嘛 上面的主管機關都這麼說的 那地方政府當然也要跟進 所以我們剛剛說 國務院頒布了教育部 這個教育業的雙減政策之後呢 地方政府就開始跟著 引進一些 開始一些策略 好我們看到廣東居然說 他們要掃黑除二 什麼時候補習班變成是黑幫了 居然列為掃黑除二的對象 那也就算了 湖北更扯 湖北頒布了掃黃打飛 護苗2021 補習班居然跟掃黃給搞在一起了 所以我就看到有中國的網友就在說 他明明就在湖北當老師的 結果現在被人家搞得好像他在當小姐的 真的是有夠離譜 你就知道說這個上面有戰車下來 大家下面就不管那麼多 反正照做就事的 結果導致整個中國的補教育 真的慘兮兮 我們再看到恒大 我們都知道恒大狀況很糟糕 所以恒大現在又要賣他的家產了 再次賣的是恒騰網絡這家公司 他要賣給騰訊他7%的股權 總金額大概合台幣74億 另外還有賣給他沒有透露 第三方也要賣4%的股權 所以這整個賣了以後 騰訊持有這家公司的股份 就會來到將近24% 也因為這樣子一賣 今天這家公司不得了 今天恒騰網絡在港股的部分 大漲了47.95% 不過即便這樣子他的股價 現在也只有5塊錢而已 再來就是中國的手段 這次一波接一波 再來就是下令信託業者 要清理非金融子公司 也就是說不是金融業的一些 比如說一些民間貸款 嚴格來說都不算是金融業 告訴你這些公司 全部都給我處理掉 已經有貸款的全部都給我截掉 那真的都是一個 對金融業一個很大很大的震撼 好 於是有媒體點到這一波以來 有三個中國企業家的命運 真的是很慘 第一個就是新東方的創辦人余敏豪 他曾經號稱是中國最有錢的老師 他其實比馬雲還有錢 他身價最高的時候有900億人民幣 結果他現在他的身價就幾個月的時間 只剩下原本的10% 甚至在好多年前政府都覺得說 哇他真的很厲害 甚至把他的這個奮鬥故事 拍成的電影叫中國合夥人 那時候是找黃曉民演他的故事 結果你看到現在落到現在的下場 好第二個人是SOHO 這是中國的地產公司的這個潘石屹 我們以前也講過他的事情 好那時候也講到說 他準備要把中國的家產全部都賣掉 賣給美國的黑石集團 結果現在不准賣了 原因可能跟他兒子有關 因為他的兒子潘瑞 因為最近就是被說是 詆毀解放軍 哇這是多重的罪 因為他之前就是 大家都說這波疫情這麼嚴重 為什麼你們都不捐錢 結果潘瑞就跟網民嗆聲說 連口罩發的都不明不白 憑什麼要我捐錢 哇這真的是得罪人 那再來就是還有一個 最近也是被判重刑的 也是我們以前提過的 這個大五農務集團的創辦人 孫大五 他號稱中國的良心企業 他原本在河北省他的地 其實因為地方政府去霸占他的地 所以他的員工起來反抗 這一反抗不得了 結果他的全家十幾個人 全部被判有刑有罪 結果他的本人最近被判刑18年 所以你看他就提到說 你們要不要就把我的財富拿走 我的個人也隨你們處置 但是請放我的同事一條生路 你就知道他有多可憐 所以這三個企業家 有被監管的 有被封殺的 那也有被判刑的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SECE 可能終止這個中企 赴美IPO的同時 拜登一方面在美國內部 拼的是拉高疫苗的接種 另外國會推動的是 大基建大撒幣的方案 那依照美金的方案 現在預算過關 對 包吱其實這個是過去 大家一直非常關注的焦點 在上週的週末 一兆美元的這個大基礎建設案 分8年 總共一兆美元的一個規模 終於過關 那重點就在於 這個過關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66比28 也就是說在這個共和黨的部分 也有超過10票的人同意 那這個對於拜登政府來講 這初次的執政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這個議案當中 包括了未來的這個 道路基礎建設有1100億 那寬屏的基礎建設有650億 環保相關的一些相關的 這個預算有470億 但是呢這個 對於GDP的一個成長貢獻 未來八年平均每一年 大概是0.3個百分點以下 那麼在接下來我們看到 在這個美國的BEA 也就是美國商務部的經濟分析局 他特別提到 第二季美國的經濟成長率呢 是來到了6.5% 那市場上的預期呢 大概是在8.4% 所以其實在這樣子的一個數據公佈之後 市場上就開始揣測 那美國的經濟復甦會不會 在第二季的時候 已經開始出現陸續 見頂的一個風險 那麼現在目前 美國的電子盤 大概上漲了0.6個百分點 那麼在上個禮拜五的部分 道瓊工業指數是下跌了0.4 納斯達克指數是下跌了0.7個百分點 而費城半曜T指數上漲了0.7個百分點 標普500呢是下跌了0.5個百分點 不過就目前看起來 在上個禮拜五的美國盤勢當中 並沒有充分的反應 這一次所謂的這個基礎建設的一個議案 不過這一次美國股市反應的更多 應該是拜登在這一次的這個政府的執政當中 他具備有一個主導議題的能力 代表說未來在相關於稅改的一個法案當中 可能會針對共和黨的某些部分議員 有一個合作的空間 所以接下來3.5兆的這些相關的議案呢 都可能是有機會 那麼市場上對於這樣的一個執政狀況 是比較這個看好的 那麼再來我們看到六月份的一個 美國的核心PCE的一個指數 年增率是來到了3.5% 它是低於市場上的預期 不過從月增的角度來看 它是來到了0.4個百分點 那預估呢是0.6% 是低於市場上的一個預期 那麼在這個PCE的部分呢 月增率是來到0.5個百分點 市場上預期是0.7個百分點 也都是比較偏低的一個狀況 那麼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來自於說 現在目前市場上呢 這個缺原料的一個狀況 然是持續 再來就是勞動力的短缺 現在目前呢 美國的失業率還是來到了5.9% 再來就是運費的一個上漲 也會帶動整個核心通脹的數據 是持續的往上加速 那所以呢其實就目前看起來 美國下半年的通脹壓力 然是有存在的 但我們看到在上個禮拜公佈出來 6月份的美國的個人收入的部分 月增率達到0.1個百分點 那市場上預估是負的0.3百分點 是優於市場上的預期 而在美國個人支出的部分 是來到了1% 也是優於市場上的預期 不過就目前看起來 美國的整體的儲蓄力 是在持續的下滑當中 所以呢在下半年 美國消費者的一個消費力道 是有在下滑的一個現象 這樣我們看到 在三年來首次賣股的部分 是兩個Google的聯合創辦人 他在過去5月份以來 總共賣出了超過10億的 Google的一個股票 這個是三年來第一次 三年來第一次 上一次是在2017年的時候 這個是針對他們的所謂的 財務規劃去進行的賣股 那今年以來Google 是上漲了56% 那最主要 最近公布出來的業務成長 是來自於廣告業務的一個增加 這樣我們看到在貝佐斯的部分 在上個禮拜公布出來的是 這個亞馬遜的一個財報 亞馬遜財報公布出來的時候 它的業績成長是比較明顯的趨緩 代表在美國的零售銷售的一個市場當中 是有一個消費放緩的一個現象 所以在這個亞馬遜的股價 在上個禮拜我就中錯了7.5個百分點 而貝佐斯的身家呢 一天就縮隨了這個139億的美元 而這個亞馬遜在今年以來的股價表現 是上漲了4個百分點 接下來我們看到在市場上的一個小八卦 就是特斯拉在當年要賣給蘋果的時候 馬斯克開了一個條件說 我要當蘋果的CEO 但是這件事情呢 基本上就被庫克給打臉了 那所以呢其實在特斯拉跟蘋果的這個合作上面 未來有沒有空間 能不能夠持續 還是可以持續去做關注 因為畢竟蘋果未來也是要切入到 電動車的一個市場 碰到最強勁的對手就是在特斯拉 因此呢在後續 大家還是可以持續關注一下 蘋果對電動車一個發展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中國在8月1號的建軍節強調 2027年中國百年強軍夢的同時 事實上呢 美軍是不斷的加大力道投資軍武 對這個美國的這個通用原子公司 就是近期又公佈了一項 美軍其實先前是由這一個DARPA 這個所啟動的一個叫Long Shot 的一個常設無人機的計劃 那這個無人機跟過去很多的無人機 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說其實的確未來的一個無人機 坐在已經越來越普遍 那本來我們傳統上看到過去 像MQ-9死成無人機 在對這個攻擊的時候 主要是以對地攜帶 譬如說這一個地獄火飛彈 進行一個短程的打擊 但是這一項所謂的 Long Shot這個 嘗試無人機計劃 基本上就是為了要因應 未來的一個無人機空戰 空戰的一個作戰 那等於說它可以攜帶 這種這一個空對空的飛彈 那對敵機進行襲擊 那好處是說 現在縱然美軍有F-22還有F-35 還有正在進行的第六代戰機的研發 但是都還是屬於有人駕駛 那未來可以透過這種無人駕駛的無人機 直接進入這一個地方的空域 去進行空對空的作戰 這個會是一個戰場上一大轉變 那特別是這次通用原子 它公佈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 常設無人機的一個外觀 的概念圖 基本上是有益於先前DAPA 對外公開的一個圖像 那過去DAPA 它本來先前有一個示意圖 那樣的一個可以攜帶 這一個空對空飛彈的無人機 其實是屬於這個雙進氣孔 那後略翼 那這一個當然也是一個逆中外型 但是我們看到這次通用原子 它公開的一個這個概念圖 基本上那外型非常像 其實基本上就是F-22戰機的一個縮小版 而且它的一個逆中的一個性能 它這個機附彈艙裡頭 可以攜帶一枚 看起來像是AM120 未來可能會是D的版本 也就是說透過無人機 直接可以攜帶這種所謂的 中程空對空的一個飛彈 對於未來可能解放軍 絕對是一個極大的威脅 因為本身這架無人機就是逆中 被發現可能性已經很低 縱然被敵方給襲擊 也不會造成人員傷亡 那這一個所謂的 常設的無人機計畫 基本上其實目前來講 美國是有三個廠商在競爭 我們剛剛講到 通用原子公布一行 另外還有一家是 這個諾斯諾普格魯爾曼公司 先前也有曝光一行 它的外型又跟這一行 看起來不太一樣 但是同樣是採取單進氣孔 但它主義也是固定式 那也可以攜帶一枚 中程的空對空飛彈 那同時還有另外一家公司 弱馬也在競爭這個訂單 所以未來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空軍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戰場模式 可能會用第六代戰機 這個NGAD攜帶 可能有很多的中程療機 然後包含像這種常設無人機 在對敵方進行這個防空制壓作戰 那本身的一個戰損 絕對會降到非常的低 那如果未來攜帶的是AIM-120D型的 它的一個射程更可以超過200公里 那對美軍本身來講 會有很大的防護 那無人機除了這幾樣之外 其實我們先前也看到 像XQ-58L女武神的這種無人機 它扮演F-35戰機的中程療機 那曝光度非常的高 不過近期也有消息說 它的一個手架其實才進行測試試次 結果沒想到美軍就要送進博物館 那送進博物館 那送進博物館不是代表說 這一型的無人機 已經未來不會再出現 事實上剛好正好相反 因為它可能會進入量產 因為它的造價非常低 它本來就定位成低成本的 可消耗式的無人機 那它的造價基本上只有 200到300萬美元之譜 這個價格相較F-35或F-22來講 實在是太便宜了 甚至不過就是一枚空對空飛彈的一個價格 那空對空飛彈我們知道 試射測試完之後基本上就耗損掉 但是這一型的無人機 它可以重複不斷的進行這個測試 跟參加演習 那未來它扮演的角色其實非常多 不只是說它可以作為F-35的中程療機 甚至先前我們也看到 這個美軍也在開發ALE這種所謂的 這個無人機式的滯空彈藥 它也可以投放這樣的一個無人機 也就是同樣的跟剛剛來講 剛剛那個是這一個用無人機 攜帶空對空飛彈 那XQ-58A 它可以用無人機又攜帶無人機的滯空彈藥 可以對地進行攻擊 那當然XQ-58A 未來還有一個重要的任務 就是它要納入這個DARPA 它所這個等於領導的這個空中駁格 AI的一個技術的一個納入 那等於說未來會將變成一個 重要的一個實驗的一個空中載台 所以可以預期未來美軍的無人機 這個性能會越來越強 種類會越來越對 對這一個中國解放軍的一個空防 當然也會相對造成更重的一個威脅 好今天謝謝大家收看連帶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 掃描QR Code 訂閱連帶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推特特館上面 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大家分享訂閱跟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謝謝 哈囉我是陳寗官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